这两天,社区食堂的概念很火爆,很多人对此呢,有担心,大家想,餐饮业在过去三年疫情的打击之下,已经举步维艰了,我们是不是还要走回头路呢? 大量的兴建社区食堂,它能不能对餐饮业造成巨大的威胁,以至于以后是不是我们连出门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呢? 我觉得这一点大家是想多了,说实话,社区食堂这个概念在某种意义上真的有可能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提供一个很大的帮助,咱们想一想,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你是如何吃每天的晚饭的呢? 在过往的几十年,我们大部分普通人是在家里吃晚饭的,我们的父辈,我们的祖辈,乃至于我们自己,每天重复的劳动是,要到菜市场去买菜买肉,回家洗菜摘菜,然后进行烹饪。 烹饭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是有天赋的哦,说实话,今天很多男青年在相亲的时候,对女方的一个要求就是,你得会做饭呢? 好歹我辛苦了一天回家之后,得有人能给我做一口热乎饭吃啊,当然,在我国很多城市,男子长茬的现象也非常普遍。 经过辛辛苦苦的烹饭过程,好不容易把饭做完了,一家几口和和美美的共享天伦之乐,但这个事儿没完成,因为吃完饭之后呢,你还要洗碗,打扫卫生,整个流程下来啊,很多人总结说,往往吃饭的过程五分钟到十分钟就结束掉了,可是从买菜到洗菜到做菜,再到洗碗, 整个过程啊,你没有两三个小时下不来,说真的,一天用两三个小时时间就满足吃一顿晚饭,这到底值不值得呢? 过往几十年,我们毕竟都是这样过来的,这也是有原因的呀,一方面,以往我们是个大家庭,很多家庭动辄有三四个孩子,而且相对而言啊,那个时候生活节奏没有那么快, 城市不大,车马很慢,我们的父辈祖辈呢,有足够的休闲时间,下了班,逛逛菜市场,烧带脚买点菜,回来把饭做了,一家人在饭桌之上还可以唠唠家常,虽然要花很多时间,但这也是一种幸福的生活, 然而,现代不一样了,进入到现代化社会之后,一方面,我们的家庭规模在迅速的减小,从核心家庭的三个人,到丁克家庭的两个人,再到很多大城市出现了不婚族,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单人家庭, 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生活节奏呢,绝对是加快啊,年轻人在职场打拼,前两年我们动辄996,这两年即便不太提倡加班了, 但是说实话,拖着一天疲惫的身体,晚上六七点钟才下班,而且很多大城市,你通勤是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 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你每天花在通勤的时间上是不会少于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的, 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哪有那么多时间下班之后,再去逛菜市场,再去买菜,再去做饭呢? 反过来讲,对于很多单人家庭而言,做菜是个很尴尬的事,你说我炒两个菜吧,吃不完,形成了浪费, 第二天吃剩菜,也不是那么营养健康,可是只做一个菜吧,又过于单调, 所以对于很多单人家庭或者两人小家庭而言,怎么做晚饭也是个很大的学问, 更何况,今天我们面临的不只是单人家庭和双人家庭增多的问题, 我们还有大量的老年化家庭,是的,这是我们要不断重视的一个问题了, 我国已经很严重的老龄化了,越是大都市,老龄人口越多, 而很多小城市呢,因为子女在外拼搏,也出现了大量的空巢家庭, 对于老年人而言,本来这个食量就减小啊, 大家可以去问问自己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他们是不是食量比年轻时候衰减了大半? 有的老人经常说啊,有时候做一桌子菜,他们要吃一个星期的, 而且随着人年龄的提升,虽然他有大把的空闲时间, 可是买菜,洗菜,做菜,洗碗,这些家务劳动对他们而言也是很繁重的, 所以在新的时代,我们真的得考虑考虑如何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了, 发达国家有没有给我们提供比较好的经验呢? 当然有,发达国家目前大概有三个模式可以让我们学习, 我分别称之为美国模式,新加坡模式和日本模式, 美国人是怎么解决他们一日三餐的呢? 要知道,美国是典型的地广人稀,大量的美国中产阶级居住的离城市非常遥远, 日常通勤50公里到100公里,那是家常便饭, 而另一方面呢,咱说实话,相对而言, 昂格鲁萨克逊民族对美食不是太感冒, 那个英国的国菜就是炸鱼和炸薯条, 而美国老百姓平时吃的也就是个意大利面呀,披萨饼啊,汉堡包啊, 所以啊,相对而言,美国人饮食比较简单, 而大部分美国人不太会烹调, 因此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是怎么解决自己的晚饭的呢? 嘿,买大量的预制品, 美国中产阶级一个礼拜会去一趟超市, 采买全家一周所需要的食物, 这其中包括牛奶啊,面包啊,鸡蛋啊, 也包括大量已经做好的冷冻起来的意大利面呀, 馅饼啊,披萨饼啊,等等, 老美把这些东西买回来,塞到冰箱中, 做晚饭就太简单了, 今天晚上打开一个冷冻披萨饼, 放到烤箱中热一下, 明天打开一个做好的意大利面, 放到烤箱中热一下, 美国人解决晚餐是非常迅速的, 因为他们有着很发达的食品工业体系, 大部分人解决晚饭, 只要盯一下就可以, 当然,很多中产阶级中午也就吃一个三明治而已, 偶尔全家会到外面的餐厅搞一次聚会, 共同搓一下, 但这非常不频繁, 一方面价格贵, 另一方面要在家门口找个餐厅不太容易呀, 进一趟城要花很长的时间, 所以美国人实际上是用预制食品来解决晚餐的问题, 那么日本人呢? 说实话, 日本跟我们差不多人口相对密集, 大家居住的比较集中,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日本除了大量的餐馆居酒屋之外, 日本还有一种商业体系特别发达, 什么呢? 便利店, 是的, 今天日资的便利店已经大举杀到我国了, 我们在很多中国的大城市都能轻易找到日系的便利店, 日系便利店有个什么特色呢? 就是它会售卖大量当日制作的食品, 有三明治, 有寿司, 有饭团, 有各种各样的盖礁饭, 有关东煮, 甚至在这些便利店中啊, 人家还给你提供一个简单的就餐位置,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日本人的工作节奏也是很快的, 日本很多的上班族, 他的午饭就是在便利店中解决的, 为什么? 既方便快捷, 又经济实惠, 你到外面吃一碗拉面, 好歹得将近1000日元吧, 可是你300日元就能买一个饭团, 而且食用速度还比吃拉面要快得多, 再加上日本人有多年这个冷食的习惯, 所以便利店那个食品对于中国人而言, 哎呀冷冰冰的, 我们都得加热一下才能吃, 没事, 很多日本人的真是拿起来就吃, 所以便利店模式是日本人解决他们一日三餐的一个重要模式,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以往我们跟大家聊过的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政府为了解决老百姓的居住问题, 修建了大量的组屋, 在修建组屋的时候, 他们就考虑到了老百姓除了居住, 他还要吃饭啊, 可是家家户户都在自己的家里做饭, 这似乎不是一个很经济的行为, 所以新加坡政府在组屋之中兴建了大量的食堂, 跟咱们这个社区食堂的概念很相似, 当然了,新加坡人称之为美食公园, 新加坡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的国家, 所以在它的美食公园中, 既有中国菜, 也有印度菜, 也有东南亚菜, 琳琅满目平均所需, 而且为了推广这个美食公园啊, 新加坡政府甚至规定啊, 在政府修建的组屋之中, 是没有烟道的, 各家各户是不可以自己买抽油烟机的, 什么意思啊, 你在家里搞个微波炉, 简单加这个食品是可以的, 但是像中国老百姓在自己的家中煎炒烹炸, 那是不允许的, 新加坡政府认为这一方面会污染环境, 另一方面鼓励大家在家中做饭, 这个行为不经济, 应当让新加坡老百姓尽量的到楼下的美食公园中去吃饭, 而且新加坡各种各样的美食公园, 那确实是物美价延, 甚至有的食品还被评上过米其林一星, 这倒也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典型的新加坡中产阶级家庭下了班之后呢, 它是不需要买菜做菜的, 父母领着儿女就到家门口的美食公园吃饭就可以了, 今天可以吃印度菜, 明天可以吃中国菜, 后天可以吃东南亚菜, 而且相对而言是物美价延, 这个家庭绝对负担得起的, 吃完之后拍拍屁股走人就可以了, 当然也不需要洗碗, 确实给新加坡人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所以您觉得美国模式, 日本模式和新加坡模式, 哪一个更值得我们效仿呢? 说实话, 当我们进入到快节奏的现代化生活之后, 很多人真的感觉自己在家做饭, 实在是一个太浪费的行为了, 不光是金钱上, 更是时间上的, 而且随着老龄化和单人化家庭的增多,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家庭, 减少在自己家中做饭的机会, 所以我们确实要为老百姓找到一个迅速而经济解决晚饭的方法, 当然有人说, 我们外卖体系不是也很发达吗? 是的,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吗? 我们从来没有说要用一种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 只不过每种方式都有它的优点, 也有它的缺点, 外卖是近些年来兴起的, 它非常迅速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但是当然这些年来也有很多人诟病, 比如说有些外卖店使用各种各样的科技与狠活, 甚至真的有人觉得常年吃外卖是很不健康的, 而另一方面呢, 就在这两年, 预制菜概念大行其道, 有很多大型餐饮集团都重金投入, 为什么? 大家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美国人可以回到家中用烤箱加热披萨饼, 意大利面和馅饼, 那么我们未来也可以在冰箱中大量的囤积鱼香肉丝, 公保鸡丁, 想吃什么菜, 我们也用微博炉或者烤箱加热一下就可以了, 这也是非常迅速的, 而且预制菜可能比刚刚炒出来的菜少一些锅器, 但是好歹大品牌大厂商制作的, 在营养和安全上是没有问题的, 它这个科技与狠活能少了很多, 当然像类似于新加坡美食公园的社区食堂, 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呀, 试想一下, 如果你所在的小区能够开启这样的社区食堂, 川鲁怀月各地美食在其中都有, 更关键的是它受政府严格的监管, 原材料的使用更加透明, 价格相对合理而亲民, 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 我们不就是想找到一个可以花不了多少钱, 就能享用到的安全的美食吗? 所以社区食堂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我们晚饭问题的思路, 就像今天实际上很多大学毕业的人都会怀念大学时代一样, 因为有很多大学的食堂做的真的是很不错的, 回想起大学时光, 我们在吃饭这个问题上真的没有花太多时间, 因此我们真是热切的希望社区食堂能够搞好, 当然, 不管未来我们采取的是社区食堂模式, 还是便利店模式, 还是预制菜模式, 乃至于现在的外卖模式, 我们想提的一个根本点就是, 到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当只用一种思路去解决问题, 只有百家争鸣, 让各种各样的业态相互竞争, 我们消费者才能获得最终的实惠, 所以我想很多人反对社区食堂不是不认可这种模式, 而是不希望以后我们吃饭只有这一种模式,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